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秘密 用一句概括的话讲就是 女儿和太太出车祸 太太去世,女儿幸存 丈夫爱上了女儿 故事一开始 小美和小美的妈妈大美坐在大巴车上睡觉 单纯的小美醒来 看见下雪就兴奋了起来 还没兴奋多久 大美就觉得不对劲 原来司机大叔为了让小美的光环更加的闪耀 闭起眼睛开起了大巴 大美和小美就在司机的打光下出了车祸 当大傻赶到医院时大美去世了 而小美一觉醒来就说自己是大美 大傻不相信 让小美说出了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结果小美就说出了第一夜的时候 大傻上来失败的故事 于是两人约定 在外她就是女儿小美 在内她就是妈妈大美 原来大美因为小美光环极强 脑子稍稍一努力就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医学院 之后大傻过着吃饭睡觉等大美放学的日子 一天大傻对大美说 我们一起洗澡吧 大美以学业繁重拒绝了 结果大美的爱慕者泡面头 打电话过来约大美 大傻非常吃醋 在电话上装起了窃听器 所以当大美让闺蜜假装打电话约她出去 其实是和泡面头约会的事情 被大傻听得一清二楚 大傻跑出去找泡面头 并威胁了一番 而大美回来就和大傻吵了一架 然后和好 打算尝试一下真正的夫妻业生活 然而大傻看着女儿的面孔 还是下不去手 郁闷之下 车祸司机的儿子给大傻讲了 他爸喜当爹的故事 大傻就被治愈了 回去就和大美说 以后再也不会限制大美的生活了 大美感动的哭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 却发现变回了小美 不过大美偶尔还是会出现 于是大傻就和小美 大美过上了猜猜我是谁的生活 中途小美和大傻去司机儿子那里吃面 小美毫不做作的缩面方式 让司机儿子喜欢上了小美 大美在最后一次出现时 也和大傻做了告别 并习惯性的摸了摸大傻的下巴 大傻最后叫了一声大美的名字 大美就真的走了 故事的最后 小美幸福的嫁给了司机儿子 小美完成结婚仪式后 找大傻谈心 谈着谈着就习惯性的摸了大傻的下巴 而这个动作让大傻感觉 自己其实被大美骗了 女儿根本没有回来 但是面对顶着女儿面孔的妻子 大傻却什么也不能做 人言可谓不说 就连自己的心理都过不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开车一定不能闭眼 不然儿子会娶到欧巴桑 好了开玩笑了 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爱情与伦理相矛盾时 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伦理 克制住爱情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